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我剛才在化妝室 怎麼樣 看到夢多跟少俠在吵架 天啊 我跟你講 他們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怎樣 他們就是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是 內 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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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內鋼 沒有改一直都這樣 沒有改過嗎 內鋼 這樣子喔 對 你們不覺得很習慣嗎 大家不是和平相處就好 為什麼他們兩個要一直這樣吵架 我跟你講他們兩個 就是用一句成語就可以形容了 他們兩個就是 你說什麼 和 一秋之和 他們不和 不是 一秋之和 不是一秋之各 和 和 那個字唸和 唸和是不是 對 不是 一直都這樣 誰開始昨天改過 一直都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呢 那沒辦法 我們中文就是博大今生你知道嗎 難免常常會遇到一些不會唸的字 它不會唸是怎麼辦呢 而且 不能亂練啦 中國字很難 是 有時候就是大家不知道怎麼唸 就 挑個裡面認識的字就出來唸了有沒有 對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 聽說中文也都很爛喔 好不好 中文那麼博大今生 難道真的難不倒他們嗎 歡迎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上來 詠協你是不是上錯通告啊 對啊 沒有 你不是說中文不好的嗎 中文不好 今天是中文不好的來上 所以他們兩個也是怎麼回事 我們中文也很不好啊 是嗎 也很爛啊 很不好 好 但是你們再爛 卻也沒有學到頭髮都白了 還是有看沒有懂 我們聯合國新男會 歡迎聯會 大家好 中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 而節目中的新男們 學中文時吃進哪些苦頭 有發生過哪些誤會呢 不僅如此 今天還要來隨堂測驗 他們的中文程度 我覺得現在大家很常 百分之七十的人吧 都會有文字障礙 因為我們現在太依賴手機 對 我們手機只要一打 電腦一打 它字自己會跳出來 所以你根本幾乎不用選字 而且有時候真的很簡單 是還鄉鄉想不起來 對 我那時候上一個節目 他就問我說 請問 是哪一個鎖 然後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藝人 他們要嘛是寫鎖頭的鎖 就精緻編的鎖 要不然就寫 所以不假司鎖的鎖 你會寫嗎 不假司鎖 是神鎖的鎖 是神鎖的鎖 屁手的鎖 但沒有人知道 就大家都忘了 然後再來是 你寫東西寫一寫 突然要你寫正開 寫一點點的點 一點點的點 現在幾點的點 對 你說有時候是寫繁體字 簡體變繁體 因為我們常常這樣寫 節節嘛 對 所以你突然要寫正開 把正確的字寫出來 你就不知道 對 就比劃很多很麻煩 因為像我的名字 曾經也被人家寫錯過 有兩樓嗎 怎麼可能 對 因為他們就叫我兩樓 然後我一直聽不懂 兩樓是誰 然後他們就這樣 我在叫你 怎麼不理我 我就想說叫我什麼 他就說兩樓 我說我的名字不念兩 我的名字是 下雨的雨 點的方向點錯了 對 所以你看 有時候連台灣人都會寫錯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所有這些外國人不懂 中文的原因是因為 就跟剛剛泳賢講 他們是從音開始 因為一個音只有一個字 但是台灣的 中文的語文很奇怪的是 對 就一樣的那個講法 所以等於是我們那個中文 是用視覺來看才會懂 但是你念念不出來 我之前就念過 講過一個笑話就是說 那個時候我們在做聲音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寫Email給人家說 我以為你匯款了 我本來要寫以為你匯款 但是他把它改成這個 以為你匯款 因為常常這個以跟以是同音 然後為跟為又是所謂的破音字 所以我本來寫說 我以為你匯款 就表示說你還沒付款的意思 對不對 但是他聽成 我以為你付款 所以你已經幫他匯款 已經幫他這種 所以他就說你已經付款 那就不用付了 事實上是其實那條款項 根本還沒付 中文字就是這樣啊 對 所以一個同音字 一個破音字 就把一個意思 從那個還沒有 變成已經做完了 就完全相反的意思 你知道嗎 如果是天差地遠的意思 大家還可能覺得 可能不會 但是這個意思是很像 但是完全相反的意思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困擾 還差點為這個 來幾百萬的生意就這樣沒 因為以為付款 跟以為付款 是差十萬八千 那你到底把錢匯到哪裡去 喂 這不是重點 不要匯給檢察官 不要匯給他 檢察官不會叫你匯錢 所以你叫Paul 就是因為你中文不想寫那麼複雜 所以叫Paul比較簡單是不是 對 因為Paul的話就不會誤會 但人家還是寫PUAL 還是相反 PUAL 照樣寫錯 中文字啊 像剛剛Paul哥講的 是 同一個字 不同念法 就有不同意思 就不一樣 而且有分男生女生 尊敬詞也有都有分 所以今天這些 我們就製作了一個板子 就是上面寫的這些中文字 把老外逼瘋了 不要說老外 把我們自己也逼瘋了 台灣人也不懂嗎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這個真的很難 因為就是 你覺得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簡單的嗎 好像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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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就是這個東西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日本人很就是 就是尊重前輩 然後就是有一次喔 那個 之前是榮翔德哥 他就是每個過年請我吃飯 而且他自己煮東西給我吃 所以我每次就是很 他是我德哥 我說很緊張 然後就是 我每次說謝謝謝謝 然後就是回到家的時候 本來想是禮貌性的 今天謝謝你 我想本來想 然後就是 因為我知道這個你是有三種的 但是我知道 好像一個你是比較複雜的 比較有禮貌 所以我就 我學了 我本來要這個 學了這個 女生的 結果 龍翔德哥打來說 欸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男子 怎麼可以用這個 你這個 是耶 我又不是 對啊 我生氣了 可是你應該猜得到有女生 應該就是女生的用法 很難耶 其實真的很難 還是這就是你本來的意思 不是 我會怕怕 我超緊張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現在知道這三個 你哪一個是尊敬的了嗎 這一周邊的這個 這個 把你放在心上 對不對 因為後來知道這個 一個心 好像用心的意思 對 後來就是這樣寫就比較容易 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有啦 有 那其他人呢 有沒有在學這些 有有有 剛來台灣的時候 完全不會講中文的 那時候啊 中文老師給我 我的中文名字 何少俠嘛 那我覺得 中文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外國人 不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寫錯了 可是那時候我們過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考試 第一次考試 我在考卷上我的名字 我就寫了這個 何少來 何少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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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賣了一句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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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考卷回來 他那個老師就 錯了 然後我就 為什麼 他說你是少俠 這個是少來 然後我就說 哦 然後後來我記得 沒有喔 少俠是一個人 所以才記得 旁邊要那個人字旁 對 我完全看不出來差別在哪裡 他跟我講我才懂耶 所以你現在有搞清楚了嗎 當然有啦 當然有啦 那為什麼是你 不要再欺負少來了 少來了 第二個 差一話差很多 大 太跟拳 大 大 大跟太 終於可以搞清楚了 我技法是 大的腿 有傷口 所以太痛了 那是我技法 還有我跟莎莎一樣 我之前是寫錯我自己的名字 我第一次學生跟我說 老師你有中文名字嗎 我說有 我是唐姆士 唐姆士 唐姆士 他說你會寫嗎 我說有啊 所以大白板我就寫 他前面兩個最難的都會寫 他前面兩個最難的都會寫 最難的 你會說是你不會 六個月後 他們就一直說 唐姆士老師 唐姆士老師 對 唐姆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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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可以開始加我唐姆士 跟賀少來了 兩個是一對 什麼團體啊 七爺八爺 還有什麼字分不出來的嗎 有啊 小瑋師就是永遠分不清楚 比如說 哼跟響 對 那字 但是 你之後常去龍亨 你就分得出來 喂 常吃大亨堡 去龍翔 我跟妳說 因為我們知道是不一樣的意思 可是有時候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像有一次我們在 我在平溪 我們在錄外景的時候 然後我還信心滿滿的 看到那個祝福語 然後我在那邊說 啊 這個是 萬 是 相同 萬是相同 然後就說他們大家都曉得 因為是 萬事很通 這樣子 萬事很通 就我幫他 我幫他念成 萬事想通 想通 然後我想要 跟大家多分享一個故事 如果有空的話 因為剛剛Paul哥說 有一些字呢 可能會造成你的困擾 那我想要跟大家說 有一次 因為我寫錯字 都開了掉 好 我沒有騙你們 你們知道我們外國人大部分 我們都是用那個羅馬拼音 對 那你在打羅馬拼音輸入 它沒有分身掉 對不對 那有一次啊 我有一個同事 我寫信跟他說 我非常佩服你的敬業 敬業 你的敬業 就是You're professionalism 這樣子 然後電腦把他打成說 菁英的菁 然後液體的液 我跟你說 我當下 這次不是亂擺 是一個真的故事 當下我沒有發現 然後就click 你哪來那麼多婚段子 欸 他會那個 照你之前常用的字會來選喔 沒有 你應該以前常用那個字 他才會選到那個字喔 沒有 因為不是手機 是電腦 是電腦 是不一樣 然後就 Enter 完蛋了 怎麼辦 然後後來是一個口譯的案子 他們就沒有給我 他們說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找到其他的意志 然後我就說 媽呀 其實我們真的必須要多看幾次 才按那個Enter 對 好了 接下來第三條 第三條 還有什麼字會把老外披封 欸 中文述數字123 為什麼 很簡單啊 對啊 為什麼 你怎麼分不出來 你少來了 這樣4不是 不是比較簡單嗎 沒有啊 你畫到最後的時候 就畫到幾條 對啊 那用我們羅馬數字就好了 不是嗎 羅馬數字其實我也看不懂 其實我看不懂欸 你羅馬數字寫78 我們看看 不是羅馬數字 是阿拉伯數字啦 抱歉我講錯了 阿拉伯數字 湯姆土泥怎麼寫的跟 VIXVIII 這個是10 10 然後是5 3 不是啦 好不合理的字 喔18 78 對 因為 V是5 然後E1是E1 所以7 然後X是10 所以70 然後 好煩喔這個 好煩喔 好煩喔 你們算數就已經不再好了 你們為什麼算還要幾加呢 因為其實我上次去吃熟悉的時候 是 要放的時候要上幾個盤子 我也要寫那個死 這個盤子也是這樣 這樣寫 他聽不懂 你寫四痕這樣誰看得懂 而且他上法比我的算數真的很爛 不是 最奇怪的是 你們同一個數字有幾個不同的寫法 喔還有中文寫法 還有大學 還有那個英文 對 銀行的時候會用到支票 這個很難欸 超難的 那個很難 有時候會寫錯 而且是因為開診所在寫支票 才知道怎麼寫 那個E1的E也是 就很難 對 對 所以啊 真的滿難 為難你們了 不好意思 好不好 來第四一個呢 是什麼會把他們搞瘋呢 帖子 這個也很難啊 這個連我們都覺得很難啊 對啊 怎麼唸 這個你會唸嗎 蟲一定會嘛 蟲 蟲嘛 這怎麼唸 這是什麼 是誰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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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人知道嗎 應該是苗吧 對 是苗 那個我也知道 有一個朋友 真的啊 苗什麼意思 少來喔你 不知道那個一個我一個朋友 叫阿苗 所以我剛好只有這個詞 阿苗 阿苗 接下來三個魚呢 新鮮 新鮮 為什麼 因為三個魚啊 就是很多魚就新鮮啊 喔 熱炒店最多 對 有在混熱炒店 什麼 這個知道 熱炒店 就是海產店 它上面就有一個線 這個知道 哪一個 那知道先不要講 三個牛的 牛 金鮮 完全不知道牛 它是什麼 笨 笨 笨 沒錯 這個就是念笨 笨 那三個犬呢 三個犬 這很難耶 汪汪汪 汪汪 三個犬汪汪 應該是飆 沒錯 飆什麼意思 飆車的飆 就很早的意思嘛 對 三個犬嘛 都跑很快 都跑很快 所以三個疊字也是 其實滿難的 這很難 今天我們也有準備了幾個 說老實話 裡面好幾個我都不會寫 我們也不太會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 考考外國型男們 這些字你們會寫嗎 如果會寫的話 就表示說 喂 大家都不會 對不對 它都已經這麼難的都會了 還來幹嘛 我們還是需要這些型男好不好 我們先考一個好不好 好 因為平常大家都講說 你這個人好龜毛 龜毛 你很常聽到對不對 還好 還好